Hello 大家好 我是虎心甲雕 今天这一期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看的一个高纹针之衫 还有一件非常百搭的一个佳容兔子胃部 这款针之衫拿上手非常的软弱 是个条纹的 非常经典 而且很赖穿我感觉 穿几年我觉得都还会喜欢 就是不知道它上身效果怎么样了 等一下会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先看看它的一个版型吧 它的版型呢是宽松的 因为上面拼了一些细的条纹 下面呢是直接拼一个纯色的这种 有一个过度的 还蛮好看的 看一下袖子 袖子呢是个常规袖 黑色的一个小斑领 整体版型呢是比较宽松的 这个是均马的 看一下它的弹力 弹力呢也是微弹的 这件条纹衫呢它总共有三个颜色 我觉得黑色条纹这款是最好看的 所以就入了黑色条纹这一款 我们再看一下裤子 大家看一下这款裤子 这款裤子拿上手质量真的超级好 而且今天分享的这一期衣服呢 都是非常平价又好穿的 而且我感觉非常百搭 我们看一下裤子 裤子里面做工给大家看一下 做工还可以的 是比较工整的 里面呢它是加绒的 而且这个绒呢我每次都是帮大家把关 它不会掉毛啊 不过有一点点轻微的小浮毛 然后这新衣服的衣服就是这样子 有点浮毛是正常的 下摆呢它这个裤子下摆 这里是有抽绳设计 松型抽绳 就是相当于一裤年穿的 你可以做一个这种直筒的穿 也可以把它收起来 当一个竖脚的竖脚裤来穿 还是挺实用的 前面有两个口袋 这里一个抽绳设计 这个就非常适合我们后期秋冬的季节去穿了 冬天穿它也没问题的 如果秋天怕冷的宝贝们可以单独穿 然后冬天如果比较冷的时候 里面再加一条加入裤裤 啥的都没问题 因为它版型比较宽松 这款我买的是M 现在我们把这套穿上身 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 好 上衣紧穿上身了 我们来看一下 它版型呢还是挺宽松的 虽然它是一个军马的 但是我觉得它包容性特别强 这款毛衣呢我觉得单穿是非常好看的 如果后期比较冷的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别穿一个羽绒马甲来套穿 也是很不错的 这款裤子的话呢 我觉得穿上身也挺舒服 它是个松紧的 前面这里呢可以打一个结 这样的话呢可以拉高我们身材的比例 而且穿上身也更好看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整体吧 现在下面呢是一个直筒裤的 一个版型效果 我没有竖脚到 我觉得竖脚的话 可能会更好看一些吧 也可以根据自己喜好 我们把它竖脚竖起来 好 把它调节好了 这边是一个竖脚裤了 这样的风格呢 又是有点不同的 也可以把这衣服放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整齐效果 来 看看看一下 下面呢就简单配了一个卡器效应东西 非常好看 整体来说呢 这件衣服呢还是性价比挺高的 而且穿上身也没有渣的什么的 领子也特别好看 这颗拼鞋黑色领子 这款简铃 头发披下来或者粘起来都是没有务气的 都是挺好看的 搭配鲜入的包包 手机吧 整体一套非常好看 搭配更好一下 而且非常遮肉 而且保冷性也可以的 质感非常好 没有一点凝价感的 这套呢我觉得是比较推荐给大家的 好了 下期再见啦 拜拜